今天我简单讲一下怎么垫图 如何让你的图片与你的参考度相似 现在来说一下垫图的操作流程 找到那个输入框 打开你的discount 找到这个输入框 点击加号 点击上传文件 找到你想垫的图片 比如说我要垫这个 好选择这个对吧 打开 然后呢记住点击两下回车键上传 OK上传了对不对 然后呢右键点击出现这个面板对吧 你要点击这个复制链接 明白吗 是点击这个复制链接 而不是点击复制消息链接 大家注意一下 如果你用的是网页端的 你最好先下个那个discount转件 好吧 网页端没有 因为网页端没有这个复制链接 如果你网页端就是没有这个复制链接 你怎么办呢 你点击 你点击一下你的图片 然后点这个在浏览器打开 明白了吗 然后炒到上面这个这个链接啊复制复制就好了 明白了吗 他也是jpg格式啊 这样的这样的一个操作 然后让我们回到这里点击复制链接啊 到这个到这个 然后呢 粘贴过去 好的 之后这个时候呢 要空格 明白吗 空格 点击两下空格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有个什么 jpg对吧 现在大家只需要啊 对新手来说只需要知道 电图 要有两种格式 一个是jpg啊 和那个png格式 明白吗 然后接下来怎么做啊 接下来是你要先描述你参考图的主体内容 然后再加上你的渲染词汇啊 先描述你参考图的主体内容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你先描述一下你图片里这个 比如这个女人她长什么样子 那我应该怎么描述呢 我先描述一个美丽的女人 嗯 戴着眼镜 穿着黑色的外套 棕色的衬衣 眼睛在看着你啊 在摆着一些什么诱人的姿势 这类的 明白了吗 然后呢 给大家看一下 我是这么描述的 一个美丽的女性 对吧 这边 然后这 后面这两个是什么 是那个渲染词汇 明白了吧 好了 现在我要复诸过去了 记得在这边空格 明白吗 好 这样 然后呢 再空格 因为我要添加添加这个图片比例嘛 对吧 我要写 杠杠 AR 所以我是怎么做到的呢 我之前是不是说了 你要先描述你参考图的主题内容 也就是先描述你参考图的那个特点 然后呢 再加上你的渲染词汇 明白了吧 这个女性 这个女性我是怎么描述的 在这里 一个戴眼镜的女人 棕色衬衫 黑色夹克 面带微笑看着你 然后渲染词汇 我写的是逼真 专业摄影 8K 明白了吗 就是这么描述 所以说 你在垫图的时候 你不要直接添加这个渲染词汇 你要先描述一下 你参考图的特点 如果你参考图 你见的是个人像 那你就描述他穿的什么衣服 是女的还是男的 发型什么样 穿的什么衣服的颜色 什么背景 如果你见的是一幅 什么风景图 那你就把你里面的风景 描述一遍 什么天地 什么树 什么草 明白了吗 你就这样描述 你的图片 才会与你的参考图 比较相似 明白了吗 是 其实北来 Made Jenny 它是有一个叫IW的参数 是可以给参考图添加权重的 但是呢 V4它用不了 很可惜 如果你想让你的图片变得二次元 我在这里推荐的是 大家使用这个 尼迪真理的机器人 去这个点图 这个尼迪真理的机器人 你怎么拉到自己的服务器呢 找到尼迪真理的频道 然后呢 这里是不是有这个尼迪真理的机器人呢 对吧 你随便找个频道 你就能找到这个尼迪真理的机器人了 右键点击个人资料 添加值服务器 找到你的服务器 点击 然后下一步 下一步就可以了 然后回到你的服务器 尼迪真理的机器人就会进到你服务器里面 然后斜杠 找到这个绿色的这个啊 是尼迪真理的绿色的这个 然后如何点图 之前给你演示过了啊 尼迪真理跟美迪真理 他们的操作是一样的 明白了吗 尼迪真理跟美迪真理 他们是他们的会员是共用的啊 啊 然后风格呢 你可以去找那些日本的艺术家 什么吉布利啊 新海城 新穿阳丝 天眼喜笑 之类 明白了吗 那有人会问 那我可不可以 点一个草图 再让它去 再让它去生成啊 是可以的 比如说我点了这个草图 对吧 然后复制链接 其实关键搜写的是什么 一个在沙漠中行走的男人 好图片出来了啊 我们放大看一下 这样的啊 这张比较类似 对吧 所以说美迪真理 你是可以定一张草图 然后你再去描述啊 去生成 你可以添加什么色彩 完全是可以的 明白了吗 但是如果你想是一样 比如说你有两张图片 你想要A的风格 但是你要B的构图 这恐怕就不可以了 明白了吗 这恐怕做不到 那你只能等待 V5啊 V6 V7 这些 我在这里插入一个的话 就是什么 美迪真理 它是可以电 上线是电30张图片的 然后你每电一张图片 你就按一下空格 然后接下一张 如此往复的操作就可以了 明白了吧 如果是同一个人 你电的图片越多 然后最后你出来的图片 也就越像你这个什么呗 越像你参考度的人物 明白了吧 你最好能把这个 同一个人物的 正面视角 侧面视角 这种图片都上传出去 这样子一图做图 好 点头就先讲到这里 其实本来是想 单独出个视频 细细的讲一下 但是一直没什么时间 就先这样吧